大家好 2022年5月24日星期二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 就弄爛了天線得得必大公仔的事件 又或者簡單點叫做 上市公司欺負小孩事件 看看大家喜歡哪個名字 是不是後面的名字全神一點 這件事一夜之間 令到這間玩具店 KK Plus 以及他的母公司 知名度不算高的凱茲樂 就變成佳茲項文 凱茲樂今天的股價 還一度高升到八成半 大家沒聽錯 是升了八成半 這個說是公司上市以來 都沒試過有單日那麼大的升幅 最後收市的時候就沒升那麼多 不過都升了17% 真的非常誇張 真的很誇張 老實說 現在 公司說 本來給小朋友弄爛那個 天線得得必的大公仔 價值五萬多 後來公司就要個小朋友的 爸爸媽媽賠了三萬元 無論五萬多三萬元 或者五萬多加三萬 去到八萬多 你拿來做廣告費 都不會得到現在 KK Plus和海智樂 現在的宣傳廣告效應 所以 你不要說要人賠錢 其實反過來 你這家上市公司 是不是應該要 反過來 你給五萬加三萬 就是 給八萬元 這個 小朋友的家長就差不多 因為整件事 對你來說 這個宣傳效益 真的有多大 股價 又這樣去升 是不是這樣 不過 公司暫時這一刻 都沒有 給回這個宣傳廣告費 小朋友和他家長 但是在今天 下午的時候 5點 之前 已經有新聞傳出 就說 公司就 沒有公司 海智樂 正式向小朋友和 他父母 道歉 就說 之前要他們賠償的三萬元 已經全數賠回家 賠回家人 為事件自協 這件事表面上 好像 畫上了個句號 不過 整件事我覺得 你看他在 一天之內 昨天 在網上開始 引發討論 發酵了一天 到今天 公司道歉 退回原先叫父母的賠償錢 表面上告一段落 不過這件事 確實是很值得做一個總結 因為他 當中 其實都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都是相當特別 值得一起談談 首先 在整件事 我覺得 最深刻的就是 網民在事件上 發揮的作用 根據 小朋友的父母 鄭先生 他昨天 今天 都有接受 不同傳媒的訪問 他說回事情是怎樣 事發的時候 其實是前日 星期日 鄭先生 說當日 6點多的時候 黃昏6點多的時候 他和太太 和一對小朋友 大的是5歲 小的是3歲 一起去了 旺角朗豪坊 這間KK Plus 的玩具店 看看玩具 期間 突然在玩具店 擺放的一個 整個成人那麼高的大公仔 1.8米 天線得得B的大公仔 突然跌了下來 跌爛了 當時他的大仔 5歲的大仔 站在附近 那一個店員 就跟父母說 剛才好像見過你的兒子 踢過公仔 他沒有說現在是 兒子 踢到跌倒的公仔 不過就說你的兒子 之前 就踢過公仔 令父母 感覺上 就是 兒子 不小心整跌了別人 你說不小心 或者白厭 諸如此類 所以父母就覺得 兒子當時跡場 也是因為很驚嚇 嚇得很害怕 所以 想 盡快處理完 帶兒子走 所以 父母 就 根據店家說 公仔 價值5萬多 父母就 賠了 3萬元 帶兩個小朋友離開 這件事根據父母說就是這樣 誰知道 昨天 事隔一天 在網上 有條片傳出 這條片 不是父母拍的 應該在場有其他市民 用手機拍了這條片 雙災上網 連父母都是看這條片才看到事發經過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條片 如果大家 沒有看 我建議都可以拿來看看 我自己就看了這條片 很明顯 其實小朋友 其實當時小朋友 你甚至不可以說 他不是貪玩 而是 當時的情況 你看到 影片看到他 捱一捱 捱住了的時候 公仔就跌了下來 他並不是白厭 或者怎樣去貪玩 去弄掉公仔 而同一時間 你看到那個場地 我想特別指出 當時是很逼夾的 你說那小朋友 他這樣順勢 他其實不是看著公仔 而是背部 捱住公仔 因為那裡有很多人 人流不少 他在逼夾的範圍 其實側身後面 順勢捱了下去 大家如果看這條片的時候 覺得 真的責不在小朋友 但是公仔 就這樣就跌了 父母同樣看了這條片 開始就覺得 真的與兒子無關 就算你說 某程度是 兒子捱下去 但是 店家是不是都應該有責任呢 因為如果你放得好一點 一個這麼容易跌的 又這麼貴重的公仔 你是不是應該擺放得好一點呢 於是父母就覺得 應該去爭取一下 覺得是不是這樣 要我們賠三萬元呢 於是 於是觸發 而網上也因為這條片 就有 不同的討論 當然大部分人都會撐 就是爸爸媽媽 覺得 那個店家 自己是 確有問題 如果你看過 片段 我相信這個 都會有共識 大家就看到 這件事就是 那條片是 多麼關鍵 因為 如果沒有這條片的時候 就 確實死無對證 那 爸爸媽媽 始終 兒子當時 在公仔隔壁 小朋友也很驚嚇 你想想 只是五歲而已 他也不太說到 當時發生什麼事 可能他自己也不太記憶到 因為電光火石之間 是不是真的我 我做錯的事呢 我覺得小朋友 大家會明白 那個心情 當時都應該很害怕 據爸爸說 接受訪問的時候說 兒子 不停說 覺得這件事很恐怖 為什麼公仔會掉下來 今天甚至 嚇到 沒有回到河 所以 絕對有心理陰影 所以 如果沒有這條片 其實那個事情 口同被拗 可能 很難得出一個 絕對的結論 但是現在有片為證 大家都看到 事情是怎樣 那就 不到那個玩具店去抵賴 所以我覺得 網民 拍了這條片 是一個很關鍵的作用 今時今日 就 在香港 大家不會隨便再說那句 人人是記者 但確實 每個人現在都有手機在身 一機在手 一機在手 大家要有時 發揮到 市民 和市民的互助 因為 有片 起碼 你就可以把當時的影像 寄下來 呈現出來 有什麼爭吵的時候 就可以大家看片 所以我覺得 這次 這件事 應該要記一功 就是 網民的 公勞 市民和市民 互相的幫助 我認為這件事 是相當 值得 大家 認同 大家值得 去留意這件事 這是第一件事 事件上要說的 第二 就是 究竟 這個玩具店 和一家武公司 上市公司 這個完美的 公關災難 是怎樣製造出來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完美的公關災難 其實如果看回 前前後後 從一開始小朋友在那裏弄爛了公仔 我覺得 這間玩具店已經很有問題 不過 作為一個 總結的時候 我覺得最差的是 昨天 當網上發酵這件事的時候 玩具店KK Plus 他就出了 一個 聲明 在Facebook 這個聲明 我覺得也是一個 很經典的案例 值得去公關界 可以拿來做 一個經典的案例 去教學 就是 為什麼會這麼差 一個新聞稿 可以寫得 我們可以講一下這份新聞稿 逐點講一下 大家不明白 為什麼我覺得 它這麼經典 經典地差 他就說 公開澄清 聲明稿 有關朗浩方店 大型擺設損壞事宜 他一開始 第一段就是這樣說 針對現在 關於社交媒體上備受關注 在昨天 即是說星期日 發生的大型擺設損壞一事 本公司為免有人散播謠言 誤導視聽 現作以下聲明 單單這個開場白 就已經很有問題 散播謠言 誤導視聽 昨天晚上 影片已經上載在網上 大家才針對這段影片 在廣泛討論的時候 但是 當中當然你可以說有些人說一些 說法會否失實 例如有人說 這次不是第一次 之前試過 這些他可能覺得 是謠言 是假的 即是 他可能針對這部分 但主體來說 是那條片 那條片是事實 什麼叫做山坡謠言 什麼叫誤導視聽 但是你這個開場白 是完全沒有反省 完全沒有想 現在形勢不同了 有條片 不是你自己公司說 別人沒得說 別人大家都在看這條片 那你自己都沒有立即 去 真的 坐定定 大家去 搞清楚這件事 去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錯了 反而一開始就起降 你們在那邊散播謠言 誤導視聽 覺得很有立場 覺得自己還是適合 其實這裏 就已經 錯了 這裏就是 公關災難 一個 非常有公關災難的開場白 然後這段聲明 同樣有問題 接著就寫 我私在該事件發生時 已經即時處理 而且在雙方同意之下 徹底解決 處理方法 都是由事主主動提出的 這段 表面上 他好像說的事實 但其實他也是把責任 放了 他們好像叫你們收聲 我們已經解決了 而且方法都是事主提供 你還爭吵什麼 不過針對他 我私這個字眼 其實我們香港人通常用我方 很少用我私 我私當然是 內地就比較用得多 如果你的玩具店 是想做 內地客生意 我明白 用內地人 熟悉的字眼 但現在 又沒有自由行 現在疫情 自由行來不了 你生意的 對象 你也是想做香港人生意 為什麼不去 用香港人慣常的字眼 我方 而是要用 Sale 內地客的我私 等待有自由行李時才用 我不明白 這個聲明稿 然後 另一段就是 有關擺設的售價 該大型擺設是手掌印刷的原型品 官方的預售價格是 52,800元 原型品之成本 涉及多方面的費用 包括 版權和設計 研發和打造模具 擺設的加固包裝費和運輸費等 而這些擺設當然是作 觀賞之用 並沒有承受壓力的銀繩 其同款產品 如果25cm的版本 都賣1180元 我私並沒有收取多於該貨品之受感 這段 也是令我很不滿 不滿在什麼 其實到現在大家都知道他沒有覺得自己有任何問題 他有問題這段我做得最差的就是 他很強調這個擺設大公仔 是沒有承受壓力的銀繩 如果這個公仔你都明白他沒有承受壓力的銀繩 你很清楚 為什麼你會那麼隨便放在店裡 你沒有任何的 安排 去避免那些客人 一個 不小心的時候 去 去 會弄壞那公仔 那 如果你明知道這個是沒有承受壓力的銀繩 這個公仔 你這樣隨便放在那裡 而那裡我剛才說的影片看到 那個位置是很逼劫的 你說人客多一點 那幾個人不小心 一失身你可以弄壞了他 那你是不是將那個陷阱 去 被人踩 所以我覺得他這段本身 就 會令我看了之後就真的有些 相當不滿 很火滾 如果你都很清楚 你明知道這件事都很疑難的 你更加要小心 但偏偏你就完全沒有小心 甚至你這段有講到 你擺設的加固包裝費 你都知道要加固 加強堅固度 那你 你擺放出來公開展示 有時候人家真的不想 不是故意去打爛你 但是 有時候意外之為意外 你作為事主 你作為當事人 你作為店方 你是不是應該要想定一些 有可能有機會出現的情況 而去做一點點的準備 避免 因為 你說到五萬多元 很貴的 既然這麼貴的東西 你就應該格外 應該要去保重 但是你現在看到 根據視頻 或者事後 看到很多的情況 其實他並沒有做過任何 去令到這個 那麼大的公仔 小心保護 去避免他受到損傷 是一點都看不到的 真的一點都看不到的 其實事發了 譬如現在 第二天 其實到現在都沒有一點告訴大家 在這裏 他做過任何事 所以我覺得這份聲明 欲蓋離張 你不停說人家錯 但是反過來你就暴露了自己的問題 在這裏 跟著他亦有一個聲明 該擺設 從去年11月開始 已於現位置展示 期間並沒有客人帶來任何不便 期間並沒有為客人帶來任何不便 我施亦會重新審視所有擺設的展示安全 因為網上昨天去討論的時候 有人說這單 應該是第四單 之前已經有三單 就要別人賠償了 他如果現在這個講法 是不是就告訴大家 這個網上這種講法 可能就不正確 因為之前是並沒有發生過 我希望他真是真 否則稍後又有 受害人出來 說之前第1單第2單第3單 我覺得就更加災難 但是他這樣說出的聲明 我暫時是相信他 是不是的 就是這次才是第1單 不過 其實這一段 我覺得也是很有問題 你跟著都說重新審視所有擺設的展示安全 如果你不覺得有問題 為什麼要重新審視 你也認為有問題 所以你整篇聲明的時候 就不要說到現在 好像自己適合 整件事 你明明都覺得要重新審視 擺設的展示安全 就是因為現在不安全 所以 可能大家看過這段影片 為什麼要讀這份聲明 因為我覺得他這份聲明 真的句句都寫得差 是很值得 作為檢討檢視的一個很經典的案例 大家就是從錯誤中學習 然後他也是這樣說 他說有鑑於事件 至今以為雙方帶來不必要之輿論壓力 我施將主動聯絡事主跟進事件 不必要之輿論壓力 就是跟上面一開始的開場白 說一樣 散播謠言 誤導視聽 一樣就是 是你不對的 你們這些輿論 這是不必要的 又造成了壓力 其實也是 一個同樣就是 死不認錯的問題 然後他就說 我施將會吸取本次經驗 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繼續致力成為大家喜愛之玩具平台 最後 十分感謝各位市民對此事的高度關注 並在此呼籲各位市民 為事主的隱私 避免轉發 含有個人資料的任何訊息 這些寫法 其實很虛偽 前面一路說人家散播遙遠 誤導視聽 帶來不必要的輿論壓力 接著你又說 吸取本次經驗 還感謝市民對此事的高度關注 你明明說這是不必要的輿論壓力 你感謝人家什麼對此事的高度關注 所以我覺得 被人感覺到這種虛偽 毫無誠意 老實說去到這篇 這篇文章 非常有 林鄭的影子 千錯萬錯 都不是我錯 你看到整篇文章 沒有一句 這間 玩具店 KK Plus 沒有一句覺得自己有問題 全部都是你們的問題 這個是很差的 更差的是什麼 我想任何人看完那條片 其中一個 都很正常的反應 就是擔心嚇傷那個小朋友 其實是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但是整篇的聲明 對這個小朋友 毫無關心毫無慰問 不要說道歉 我覺得 這個是 完全欠他一個人性 完全沒有同理心 我覺得這個也是相當差的 如果你做生意 還是做一間 玩具店 雖然你說這間玩具店 因為貴價玩具 其實是做給大小朋友的 也不是真的做給小朋友 但是 其實 你玩具本身是一個有 同心的事物 你作為一個 用同心來做生意的公司 你對小朋友 原來你是這麼冷漠的 這個 怎會 得到支持呢 所以我覺得這份聲明 是經典案例的差 不過他也存在了 他昨天晚上上載 他也存在了 可能 半天超過12小時 因為今天中午 這個時候 大概 之後才被下架 在Facebook 被刪除了 因為 可能 發酵越來越大 公司也知道 有問題 所以最後就收了 但是 你撤回了 撤回了 當然好過繼續放在這 起碼你會知道 都會明白 出事了 但是 其實 過程中曾經有這份的聲明 出過街 已經證明公司的管治裏面 出現了很大的問題 是要值得檢討 最好 最後 燒了母公司的那一疊 燒了 上市公司的海資 所以 今天下午 變成是上市公司 自己回應傳媒的查詢 說 為事件道歉 向 當事人 小朋友和他父母道歉 亦 全數賠回 3萬元 之前要的父母賠償的錢 全數賠回 這是整個公關災難 值得大家 留意 第3點 我覺得在這件事 我有點好奇 就是 這宗 明明是一個負面新聞 但是 這家上市公司 海資諾 股價 反而是大升 剛剛說過 一度升了八成半 八成半 甚至收市 沒有升那麼多 升了17% 正常人都會移民 明明負面深色的 為什麼 股價會升呢 我自己也有一個 移民 但是 究竟當中有沒有一些 借機炒賣 我認為這些是不排除的 在股市裏 香港的 股市裏 這些 永遠都有大戶 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整體來說 都可以看到 為什麼負面消息 股價 不跌反升 其中一個很關鍵 除了 借勢炒作 這件事之外 我覺得 始終這次 負面新聞 他都是一個 是一個 回應上出了問題 不是他本質上的公司有什麼大醜物 是他處理的手法做得不好 但不是說他本質上有什麼貪腐 是他本質上有什麼貪腐 或者管理層更大醜物 不是那些 所以 他就回應了一句說話 不理好醜 最重要是出名 因為 明星 你賺了一個知名度 可能最後 都是有賺的 可能就是一個這樣的原因 導致 他的股價 在這 負面新聞裏面 股價 不跌反升 所以正正我就會覺得 公司今天現在道歉 甚至說息數是退回 本來叫父母 賠了三萬元 其實是不夠的 你應該 是要做多一點 我覺得 因為 整件事 其實 最受影響 現在我覺得 最值得大家關注他 就是 那個小朋友的心理上的影響 你想一下 五歲 他真的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成年人 就是成年人 你無端端在隔壁 整個大公仔跌下來的時候 那一刻 一聲 我覺得都有一些陰影 何況是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所以他爸爸才說 他其實 一直說 很恐怖很恐怖 為什麼公仔那麼恐怖 這樣跌下來 甚至今天 不敢上學 其實他 一定是有些心理上的後遺症 這個是很值得 希望他爸爸媽媽 或者他身邊的人 可以幫他 對我們這些來說 當然不要去打擾他 因為對小朋友來說 可能越打擾 就會越令他有壓力 但是對公司 對這個上市公司 KK plus 凱斯諾這些 我覺得他們有責任 去怎樣 幫這個小朋友 怎樣去做得 更好 現在純粹道歉 純粹退回的三萬元 是基本盤 他是應該做 更多 去 為自己做錯的事 去 補償 多少少 有些東西補償不了 小朋友那個 就是 心理 有的後遺症 但是做有多少做多少 我覺得 這個是 期望的 那好吧 在這裏的 交流分享 聊到這裏 拜拜